顾兮兮 你去死 去死 你死了 他就不会关注你 就不会去守护你了 他就会完完全全的属于我自己了 兮兮在心底简直把这个疯子给骂上一万遍了 他哪只狗眼看见肖恒对自己在意了 自打自己回国以后 压根就没有跟肖恒说过几句话 这个女人就算凑性再大 难道他就会对我来 那还不允许别人说句话了 虽然自己挨了一顿踹 但倒是打听了不少消息呢 看来他真的不能再犹豫了 他真的需要去找回过去的记忆了 就算是不为了自己跟隐私人的感情 也要为了弄清楚这些无头公案而恢复记忆 特妙的 如果再来这么一个女疯子 她才真的是要疯了 顾兮兮 你为什么要活着 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呢 贵银雪墨从来就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 你这死 这死 银雪墨突然发疯似的朝着西西冲了过去 伸手一下子掐住了西西的脖子 就要干掉它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幽灵般的身影再次出现 一掌砍在了银雪墨的后补梗上 银雪墨身子一软 一下子倒在了地板上 银雪墨小姐 你没事吧 你还想知道什么 需要我为您刑讯逼够吗 姐妹要什么可问的 她刚才都说的差不多了 你们打算怎么对付她 您放心 莫总不会让您失望的 莫总就在外面等您 您尽管离开 这里的善后交给我就好了 她慢慢地走出了这个废弃的寺院 一到寺院的门口 果然就看到了莫子星 靠在一辆车上 一脸心疼的表情看着她 想问出秘密 何必受伤 我的审讯团队 什么秘密都可以问出来的 她竟然是冲着我来的 我总是要亲自听听 她说了什么 今晚 谢谢你了 跟我永远无需言邪 谢谢啊 我什么时候 能够为你做任何事情 而你却不需要对我道谢呢 我离开了这么久 国家队那边 那几个人 已经被清理过了 走 我送你先回去 找个地方好好地按摩一下 身上不会留下痕迹了 还有两天就要正式比赛了 云家能不能翻身 就再次一举了 而可怜的银雪墨 被那个少女拎走以后 日子就变得不是那么的美妙 她跟蒋婚姻比起来 似乎幸运 又似乎不幸 尹司成知道以后 笑得非常的开心 总裁 莫总救了少奶奶 您为什么不生气 反而很开心 西西一直对我有戒心 我说什么 她都会多想的 可是这次 却是她自己 亲自选择用受伤的方式 听银雪墨的假说 那么她绝对会深信不疑了 就算是莫子星 帮了她又如何 只要西西下定决心 恢复记忆 莫子星 输定了 所以总裁您 才会将禁药送给莫总 您是算准了少奶奶 不服输的薪资了 不错 西西虽然被 持入了别人的记忆 可是别忘了 云诺跟西西 本来就是双生子 两人之间 共同的东西太多了 更何况 他们其实本来 就是一体的 别看西西 总是一副 好说话的样子 她倔强起来 可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所以 这就是我一直 没有逼迫她的原因 小A看 自家总裁的眼神 已经有点惊悚了 自家总裁 简直就是 腹黑到了极点 这一切都是 在她的计算当中啊 少奶奶 云加 本来我跟云加 要点东西还蛮难的 不过有莫子星出售 那一切都不一样了 今晚可以睡个舒服的觉了 忍了三年 总算是出了一口气了 哦 但愿莫子星不要玩得太快 草儿死了 就不好玩了 唉 少奶奶就算再多 也没有什么用啊 遇上这么腹黑 这么酸气的影总 唉 可是总裁 你真的不去解释 这三年 为什么一直不出现的原因吗 您真的这么自信吗 两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西西休养得差不多的时候 比赛的日子 也正式到来了 在比赛前一晚上 西西挽着莫子星的手臂 出席了一个非常正式的欢迎晚宴 子星 这次参赛的也有不少美女啊 就这么替你挡了桃花 真的没问题啊 这么多男性选手 也有不少条件不错的 要不要我帮你牵线一下 我跟你开玩笑的 莫子星顿时笑了起来 他也想说一句 他也是开玩笑的 他怎么会允许那些男人 靠近西西呢 来 承办方营总来了 大家快点让开 井思辰 他也过来了 西西顺着大家的视线 看了过去 大门口的位置 一个万众瞩目的身影 翩翩而来 西西的视线一扫过去 马上就被瞬间捕捉了 尹思辰眼底的烈焰魔光 闪过了一丝的笑意 牢牢的锁住了 人群里面的西西 虽然今天晚上的人不少 可是想要从人群里面找到他 却是再容易不过了 西西看到尹思辰看过来 心底闪过一丝轻柔的涟漪 冲尹思辰也是笑了笑 尹思辰身为这次 差异比赛的承办方 虽然不能先丢下大事 先跑过去跟西西寒暄了 尹思辰丢给西西一个安慰眼神 随即跟各国的代表纷纷打招呼 克拉伦斯看到尹思辰跟西西 隔着人群都在眉目传情 那是咬碎了一地的钢牙呀 就在这个时候 小A突然靠近 在尹思辰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 总裁 耐良性方面来了消息 这次的评委多了一个人 是来自英国的菲尔伯爵 菲尔伯爵 他也要凑这个热闹吗 好 很好 大家都到齐了 知道了 这个消息也通知一下莫子欣吧 阻击情敌这样的事情 犯不着自己一个人处理别人赚好处的 既然大家都是情敌 莫子欣你也不能闲着吧 尹思辰清楚地知道 菲尔伯爵跟西西的接触 就是那么有限的几次 要说有什么特别的感情 那纯粹就是扯淡 自己跟莫子欣 那是有着上辈子的纠缠 这辈子又有极深的渊源 自己跟西西有了孩子 莫子欣跟西西是有着婚约 而这个菲尔伯爵 盯上西西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顾苗 果然 这个消息传递给莫子欣的时候 莫子欣蓝色的眼眸 瞬间沉了又沉 一个劲敌就够烦心的了 又来一个承咬金吗 不过 先归这个承咬金 是醉翁之意不再久 不过 对方冲着顾苗而来 那也的确是够麻烦的了 西西是个儿子控 把顾苗抢走 那就是挖了西西的腥头肉啊 回去告诉盈总 问问她 这一次要不要合作一把 让外 必先安内 两人先暂时放下成见 联手先把菲尔伯爵 这个不确定的因素 干掉再说吧 告诉莫总 合作愉快 一晚上的时间了 克拉伦斯都没有找到机会 跟西西较量 在宴会结束的时候 在西西随着其他人离开的时候 克拉伦斯总算是找着了机会 对西西正式悬展 刘二小姐 明天我们走着瞧 好啊 那就看我们谁才是笑的最后的那个人 别得意太久 我想要的 就没有得不到的 很巧 我也是 西西嘴角微微翘起 留下这句话以后 就不再看克拉伦斯转身便走 克拉伦斯看到自己的轻敌 竟然这么无视他 简直是要气疯了 可是他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前几天还好好的依附 口风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而且还警告他 不要轻与妄动 依附明明就答应过他 要给这个女人好看的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呢 我才不会输给你 我们走着瞧好了 就算没有义父帮忙 我也不会输给你 坐在评委旗上一共有五个人 坐在评委旗上一共有五个人 代表欧洲的菲尔伯爵 代表非洲中东的尹司臣 代表日本韩国 以及东南亚等国家的一个民俗学家 松本先生 代表澳洲的爱丽莎女士 以及来自华夏一个资深的历史学家 东方贤研究员 西西的亮相 枪场内包括其他国家选手成员 以及评委们都集体的震了一震 诸位 有礼了 西西一出场 来自华夏的历史学家东方贤研究员 差点一下子站起来 他激动的全身都在颤抖 嘴唇也跟着哆嗦 这 就是 坐在一边的尹司臣 却是明白 他为什么会这么激动 当即低声给东方老师解释 让东方老师不要着急 芸汐不是她的学生芸诺 而是芸诺的包妹 是啊 我何尝不知道 我的学生已经走了五年了 只是突然看到跟她一模一样的面孔 还是忍不住的激动罢了 难怪这一次会让我来做评委 芸总真是好算计啊 颖思臣笑而不语 这一战 他一定要帮助息息打赢 不管用什么手段 都是在所不惜 东方贤是米大学的研究生导师 国家著名的历史学家 文化名家 芸诺在米大就读的时候 就是师从东方贤 当年芸诺的精彩绝艳 让东方贤因为望眠之交 原以为有个学生可以继承自己的衣钵 却不曾料到自己的学生会及比腰 熬过了二十岁之后 身体就急剧恶化 不过二十一岁芳华 便撒手离去了 如今在日本见到了爱图的双胞胎妹妹 东方贤老师的眼眶里 瞬间泪意盈盈 她本来是个十分公正的评委 可是在看到西西面孔的那一刻 她不可避免地动摇了 菲尔伯爵红色的眼眸里 闪过了一丝的惊艳 这是她见到西西身上的第三种风格和面孔 第一种是在英国庄园的西式晚礼服 第二种是在英老夫人巴士大寿上的 婉约旗袍装束 就在菲尔伯爵以为 她不过是占了服饰的便宜 所以才有两种面孔的时候 今天的西西再度给了她极致的震撼 她似乎有点明白 为什么尹思权和莫子欣 对这个女人会如此沉迷的原因 克拉莱斯看到菲尔伯爵眼底的凝重 嘴角却是不屑地翘了起来 她不怕菲尔伯爵对西西有兴趣 就怕她对西西没兴趣 只要菲尔伯爵喜欢上这个女人 那么她跟菲尔伯爵的合作 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终于轮到了西西 几乎是比赛开始的一瞬间 她轻轻抬头 眼眸里闪过的神色 是极其的坚定和骄傲 是啊 身为盛当时期的专职私礼的茶艺女官 她自然是有资格骄傲的 装扮成唐明皇的男人 跟装扮成杨贵妃的女人 一起在场内翩翩起舞 这一次的比赛讲究的是团队合作 坐在上手的尹司臣 眼角轻柔挑起 她仿佛想起了美好的事情 眼底的温柔 怎么都是遮掩不住了 她很少唱歌 可是她唱歌的时候 真的很动人 云嘉送来的茶具和茶叶 果然是靠谱的 这一套茶具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古董啊 跟别人崭新的茶具比起来 自己这边的茶具简直是老旧的没法看 可是这是普通人的看法 在真正的行家眼里 一眼就看出了 熙熙手里这一套茶具的不同之处了 这是真正的唐朝的物件 她竟然用一套价值上千万的古董表演 尹思辰和菲尔伯爵还好 东方贤激动的眼眶通红 而那个松本先生竟然激动的叫了起来 天哪 他到底是从哪里学到的礼 这茶具竟然是 接下来的话 他已经激动的说不出来了 这是我见过最美的茶艺表演 真没想到 除了日本之外 还没有一个国家将茶文化和礼仪保存得如此完整 那歌声简直太美妙了 我很想问问 那首歌是谁创作的 简直是太美了 而熙熙表演完了自己的茶艺之后 盛满了五杯茶 拖着茶盘慢慢的走了过去 请五位品位品尝 女士 你怎么是在给我惊喜 熙熙垂眸含笑 眉心花店越发的娇艳了 尹思辰也端起了茶杯 轻轻易鸣 做得好 熙熙抬眸飞快的看了一眼尹思辰 两个人的眼眸瞬间碰撞到一起 此事无声胜有声 熙熙走向了另外三位品尉 请问小姐 是如何获得这些的 这些都是家传异籍 家传 你是 你是说得这么好 你家里有本国的人吗 不 没有 云家血统纯正 滴滴道道的华夏人 听说 你是云诺的妹妹 是 请问您是 我是她的研究生导师 今天在这里看到你 就好像是看到了她 老师 姐姐以您为荣 我以姐姐为荣 东方贤重重地点了点头 最后一个评委 看到眼前这个景象 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看到熙熙这么受欢迎 特拉伦斯简直是疾风了 不停地冲着菲尔伯爵式眼色 她将菲尔伯爵从英国骗过来 可不是为了让她给云熙造势的 她只能硬生生地坐在自己的区域 眼巴巴地看着菲尔伯爵 希望菲尔伯爵速度快点 赶紧将这个爱是的女人带走 莫子欣一直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脸约的看着熙熙 她的事件从来就没有转移过半分 看着熙熙清俊的容颜 眼底闪着别人看不懂的情绪 第一张比赛结束以后 五位评委马上给分 华夏代表的分数一出来 全场就没有一个意外的 那么精湛的表演 那么强悍的硬件设施 还有那么强悍的礼仪表演 请问其他人 有什么资格感受个不服气呢 如果说第一场比试 就让全场的媒体 都将镜头对准了华夏队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比赛 简直就成了熙熙的个人表演 东京电视台临时决定切换信号 全程直播这一次的比赛 信号覆盖的其他地区的人们 更是放下手里的事情 纷纷关注这一次的比赛 整个网络上的网民们 更是刷爆了评论区 所有人都在质疑 华夏队队员们捧着的茶具 是不是真正的云青花 琪琪任由对方的镜头 落在自己的器具上 最好没有影响到自己的表演 奶奶说的对 这一次云家要借此翻身 所以琪琪不介意 让对方睁大他们的眼睛看清楚 自己带来的茶具是不是真正的 原代青花词 琪琪表演完了原代的冲茶机以后 赛上的所有人极力要求她不要停 将所有的茶艺表演都进行一遍 琪琪为难地看了一眼评委席 东京市长已经来过电话了 今天的比赛对其他选手未免有些不公平 实在是因为云家太过强悍了 不过市长同时也表示 很仰慕云家的学识 因此很想见识一下云家剩下的记忆 春国队已经是无面之王 评论们一日表示毫无意义 因此等云小姐表演结束之后 等其他人重新比过 恭敬不如从命 接下来琪琪自己带着自己的团队 表演了清朝民国以及现代的茶艺 甚至还有其他国家要表演的项目 菲尔伯爵的眼睛更是一错不错的看着琪琪 她对琪琪的兴趣终于攀升到了顶点 茶艺文化远远流长 虽然茶艺是起源自华夏 可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绎 已经形成了无数的分支 我今天的表演不能代表全部的茶艺界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老祖宗的东西 云家没有丢 今天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支持 琪琪冲着场内的所有人汗手致谢 谢谢我的团队 谢谢子星的鼎力支持 也谢谢日本方面提供的便利 这次云家占了天使的优势 胜之不武 云家随时欢迎全世界爱茶的人 随时讨价 琪琪这句话说的那叫一个狂妄 可偏偏在场的人们就没有一个敢反驳的 今天一天的表演 就让克拉伦斯从心底明白一个道理 这辈子 她都别想超越这个女人了 琪琪赢了 云家赢了 闭幕式结束以后就是狂欢了 大家都卸下了包袱 通通快快的玩上了几天 琪琪倒是没有跟别人一起狂欢 而是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 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祖母 我做到了您的要求 我让云家重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里 那我是不是可以取消掉我跟莫家的婚约了呢 你想要恢复记忆了 是 本来我还犹豫 我对一些事情的不确定 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 不管过去的事情是好是坏 那些都是我真实的记忆 所以 祖母 我要恢复记忆 恢复记忆是你的事 可是跟莫家取消婚约 不轻 如果你再欠莫家的 云家只怕是倾家荡产 都偿还不了了 除非让莫家主动放弃这个婚约 否则你不能主动提出 截除婚约这样的混账话 好了 这次比赛的事情做得不错 现在云家已经重新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了 下一步就是云家的重建 重建云家至关重要的一步 就是重新修复云家曾经的生意 你既然要抗衡莫家与云家的婚约 那就先做好这一步吧 重建云家 修复云家曾经的生意 太难了 可是再难 自己也是要迎难而上啊 就算是再痛再苦 自己都是要清醒的面对 而不是一味糊涂的逃避 她一定要弄清楚 顾西西这个名字曾经担负的一切 西西做了决定以后 转身就去找尹思辰 尹思辰似乎早就料到 她会来找自己 已经在面前摆了两杯红酒 你早就知道我会来 尹思辰汗手微笑 帮我一把 我要恢复记忆 你真的不后悔 不后悔 云家的女儿 不能做懦夫 可然 这才是本真的你 云紫霄不是懦夫 顾西西自然也不是懦夫 她只是考虑的时间 久了点 药剂正在研究之中 大概用不了几天 就可以出来了 到时候 请云家的研究所 分析一下药剂成分 然后解除掉你的催眠 你就可以恢复记忆了 其实 过程很难很难 可是她不想让 西西知道这些 她轻描淡写地 引下了全部的艰难 只需要让 西西知道结果就好了 那些付出 那些牺牲 就让她一个人承担好了 身为男人 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 这对她来说 已经是最大的耻辱了 西西重重地点点头 心底却开始充满了期待 她恢复记忆的时候 自己是更喜欢以前的自己呢 还是现在的自己呢 顾西西 顾西西 这个名字仿佛已经 镌刻在了她的灵魂之上 抹不掉 擦不去 结束了这边的行程 跟我去北海道 尹思辰继续说道 你的假期结束了 该工作了 知道了 尹思辰突然伸出手 将西西病脚散乱的碎发 扶到了耳后 温润的手指 触及西西的耳朵 耳根瞬间一片烟红 尹思辰练艳的眸光闪了闪 她很想笑 却又怕 吓坏了西西 因此 她只能够眼神闪烁地 憋住了自己的得意 莫子夕 你输定了 早点休息吧 尹思辰没有多挽留西西 看着西西红扑扑的小脸蛋 心底是雀跃不已的 估计用不了多久 终于可以放开肚子吃掉它了 以前怀孕的时候不敢吃 生了孩子一分别就是三年 好不容易见面了 想言说对自己警惕心那么强 饿呀 西西一走 莫子星就过来了 她看到桌上放着的两个酒杯 顿时苦笑一声 她做决定了 银总果然好手段 可是 我还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你知道的 只要莫家不主动取消婚约 莫家跟云家的婚约 一直都会在 我会付出等着的代价 让莫老爷子 主动开口放弃它 那就拭目以待 看看银总的代价 你是不是也 话说一半 莫子星却是一下子停住了 随即蓝色的眼眸里闪过了一丝的歉意和苦楚 上辈子的事情是以梦境的形式出现在她的脑海当中的 尹思辰应该不清楚的吧 上辈子 自己从对方的手里夺走了云子霄 可是 自己夺走了云子霄的身体 却夺不走她的心 这辈子呢 这辈子的宿命又是如何呢 菲尔伯爵似乎对西西真的产生了兴趣 尹总 先解决落外患 再说我们的内忧吧 好 莫总 晚安 晚安 莫子星转身离开 步履沉稳 并没有因为尹思辰强制了先机而露出半分的被动 一大清早 西西困得睡眼迷蒙地下了酒店 拖着箱子站在路边 凌晨四点 睡得迷迷糊糊的 就突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说是要赶时间 让她尽快下楼等候 于是 西西闭着眼睛洗漱了一番 见鬼了 她让自己起那么早 她怎么还没到 不是说赶时间的吗 自己都站在路边半个小时了 西西抬起手腕确定了一下时间 没错呀 说的就是四点半集合的呀 现在 这都五点了 人呢 人呢 西西心里的火气腾腾地就冒出来 这家伙到底几个意思呀 大清早地耍人玩 就在西西富匪的咬牙切齿的时候 一辆家常的汉马 停在了西西的面前 西西肚子里的富匪还没骂完 就看到对方降下了车玻璃 露出了一张 均衣苍白如同吸血鬼的面容 菲尔伯爵 您怎么会在这里 哎呀 真巧呀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不用了 谢谢 我在这里等人 菲尔伯爵下了车 就那么跟西西站在一起 低头看着西西 她被菲尔伯爵看得是一阵莫名其妙 加着汉马 就这么开走了 开走了 西西一点惊悚的表情 看着菲尔伯爵 她大清早地跑到这儿 就是为了跟自己站在路边 突然觉得 成个家 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什么意思 大清早地跟她发什么感慨啊 听说 你要去北海道 西西点了点头 再一次打了个哈欠 大清早地从被窝窝爬起来 真的是丧尽天良有没有 看着西西困得泪眼汪汪的表情 菲尔伯爵居然觉得很有成就感 哦 那一起去吧 啊 西西一脸茫然 菲尔伯爵说完这话 竟然又这么转身走了 走了 西西困得要死 也懒得分析 这个脑臭的英国伯爵 到底几个意思 不停地看时间 嘴里不停地诅咒吟丝尘 菲尔伯爵走了以后 西西有点受不了这个青龙 又跑回了酒店 在酒店的大堂 抱着箱子打盹 不知道睡了多久 等有人推了推她的时候 只在睁开轻松的眼睛 看了过 西西这一睁眼 不要紧 一看清楚 站在自己对面的人 顿时她就炸毛了 喂 尹斯辰你什么意思呀 你四点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在楼下等你 我都等了你三个多小时了 你怎么才过来 尹斯辰虽然觉得 炸毛的小鼹鼠很好玩 可是并没有忽略她的话 嗯 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 你看清楚了 是我的号码吗 我的所有电话号码都是特殊号的 你确定是我的电话吗 西西一阵语色 掏出手机仔细一看 来电号码是 这谁的电话呀 她当时睡得迷迷糊糊的 也压根没有开号码 可是知道她今天出门的人 也没有几个吧 谁这么恶作剧呀 真是的 好了 看你困成这样 上车再睡吧 尹斯辰准备了一辆 银白色的房车 晚晚 吃点东西再睡